你们每个人 不管来公司时间的长短 都尽心尽力 尽聚尽责 陪伴着公司的成长 也陪伴着我的成长 在公司最艰难的时候 在我最艰难的时候 你们没有一个人 选择辞职离开 我真心地感谢你们 但是现在 我要宣布一个痛苦的决定 遣散公司所有员工 大家另谋高教 如果有一天 公司重新回归正轨 你们还愿意回来 我随时欢迎 对不起 吧 今天最后一天省办 大家可以体验下班 好 新一 你把我的房子和车 都处理了吧 还有账户上的存款 分成三份 一份给小陈爸妈 一份留在我的账户上 作为我的生活开销 还有一份 加上我在你们公司的 股堆分红 继续补偿 因为贪图污染 而受损害的家庭 真的想好了吗 我已经想好了 公司账户上的钱 分给公司的员工 和钢厂的工人 每个人多发两个月的工资 工人的房租交到年底 剩下的 供货商的欠款三还一部分 还有银行的贷款利息 然后 申请破产 辛苦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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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了